時常有網友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影片在播放的時候 那字幕出現了亂碼 那該怎麼辦 那情況是這樣子的 影片開始播對不對 那我們會看到說字幕 字幕奇怪怎麼會變成問號有沒有 有沒有 它就沒有辦法正確顯示 就是都是問號 問號問號 那這個情況 很多都是因為來講 國外的這個字幕 它的字幕檔去修改的時候 沒有把這個文字的這個編碼把它處理好 這個跟我們在軟體中文化的時候 如果說你沒有處理好 也會發生這個亂碼的這個現象 或是問號問號 因為它抓不到這一個正確的這個字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文字檔 那你把它打開來看 這個字幕檔我們在這個文字編集 編集器下面看 這中文也正常啊 那為什麼在那邊播的時候會不正常 那解決方法非常簡單 點這個文件 點這個文件 然後把它另存為 就是把它另外存 另存為 好 在這邊有沒有看到它編碼跑掉了 那你要去選擇這個UTF-58 那代簽名 UTF-58代簽名 那把它按存檔 好 他問你是不是要取代 你說是 把它取代掉 好 那取代掉完了以後 我們再來播播看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中文就出來 而且非常的正常 所以這一個的原理啊 這個道理跟我們這個網頁的這個 這個編碼也一樣 有時候我們網頁開起來會看到亂碼 那都是因為它的一個編碼不正確 所以才會產生這樣 那我們字幕也是一樣 因為有一些影片 它來的這個地方 它並不一定是哪一個地方 那每一個地方所用的這個編碼不一樣 那你把它拿來 字幕檔拿來 那你就把它 把它中文化 那中文化完了以後 你存進去 你如果沒有 存正確的編碼的話 那 看似正常 但是在影片播的時候 影片去抓的時候 就不正常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很快速的 能夠解決 我們影片字幕抓下來 那這個 經過翻譯以後 變成亂碼的這個問題 就可以快速的解決 好 那順便的講解一下 就是我們在播影片的時候 之前有學員 就問說 這個關聯的問題 像我如果直接壓影片 它就一直用我的這個 系統的這個 播放器去播 那如何我能夠把它改變成 以後直接壓 不用又去選 我們可以這樣子 然後再去選這個 開啟檔案 再去選這個 我們的播放器 你如果不選 它可能會用 Window它自己本身 內建的這個播放器 甚至去用別的播放 的軟體都有可能 那如何 去讓它產生關聯 好 那這個 影片的副檔名 它是叫 MKV對不對 那你把它複製起來 那點影片 開啟影片 讓它去播的時候 先把它暫停 暫停以後 押右鍵 偏好設定 好 這邊 關聯 有沒有看到 這邊 預設 它的一個設 設定裡面 這個有很多選項 在 下面算的第三個 檔案關聯這個地方 這地方 把你的副檔名把它貼上去 因為目前 這些 都可以關聯 但是它沒有 因為它這個影片它比較特殊 所以就套用 那確定 好 那我們把影片關掉以後 我們再次去開啟的時候 它就會用 我們的這個 POT的這個播放器 去播放 它就 就是指定它去用 我們想要的這個播放器去播放 這樣就可以達到 我們每一次不用每一次都 還要再去選 我們的這個軟體 是把它的關聯檔把它改掉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在我們開始這邊 點這個 設定 好 設定 進來這個Windows的設定裡面 它的一個 APP 的一個預設 好 那APP的一個預設 我們可以 進來 然後點這個 預設的應用程式 那 這一個 就 蠻好用的 因為有很多人 他覺得 這個 我們這個 Windows的作業系統 它所 內 裡面的這個 預設 預設的這個 例如來講 電子郵件也好 或者說 它的地圖 或者說它的一個 播放程式 或是它的 照片檢視 等等 這些 瀏覽器 它可能 預設的瀏覽器 是IE 但是我們就不喜歡 用IE 那你 你就可以 把它預設的地方把它改掉 你如果把它要重設 它全部會變成 就是Windows剛安裝時候的預設 那這些為什麼會變成說 它的播放器 變成是 這一個 不是它的預設 那 你看 照片檢視也不是 對不對 這個是因為老師的電腦 我把它改掉了 連音樂播放 我都 不用它預設的 我用我自己的播放器去播 那 這一個地方 就是說連 電子郵件 或其他的 照片的一個播放 你都可以 在這一邊來講 把它改掉 那改掉以後 它的關聯就產生了變化了 以後你去點照片的時候 它就會用你的照片的瀏覽器去播 你點影片的時候 它就會用影片的瀏覽器去播 的播放器去播 音樂它就會用你指定的音樂播放器去播 那開email也一樣 所以這一個關聯性的一個設定就是 你要進入設定以後去 修改它的一個 這個 預設的應用程式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接著下來 你自己這個 玩玩看